这是全民抗日的第一次高潮 在1932年的上海地区 中国军队也五万兵力 立刻日军九万大军 迫使日军三亿同帅 让他们经历了918事变后最大的挫折 本期为大家讲述 松虎抗战背后的故事 918事变以后 日寇的铁蹄踏遍东北 但此举招致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为了转移视线 日本官僚们普遍认为 需要在完全侵吞东北以前 制造一个思考间歇期 也就是需要制造一起事件 转移国内外的矛盾 最终他们把视线锁定在了国际大都市上海 一番酝酿之后 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 炮制了臭名昭著的日僧事件 她缩使五名日本僧人 跑到三有十野社总场去搞事 五名僧人向我国工人投掷石头挑衅 她还准备了一批打手 化妆为普通工人 于一片混乱中打人 事后 日方声称日本僧人遭到袭击 还有人死亡 然后趁机发难 对民国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 甚至日方还趾高气扬地恐吓我国在上海地区长官 限期作出满意答复 否则日本海军将有所行动 与此同时 日方的军舰和军队也开抵黄埔江 做好了战争准备 是可忍孰不可忍 面对日方自导自演的逐烈戏码和恶意挑衅 我国军民十分愤怒 1932年1月28日晚 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对我国驻军发起进攻 松户抗战爆发 在此国家领土主权遭到挑战之际 蒋介石居然主张忍让 要求爱国将领撤出上海 面对蒋介石的旨意 爱国将领蒋光奈 蔡廷凯代己拒不接受 三人迅速成立临时指挥部 依照原定部署坚持抗战 事发当晚十一时许 时任十九陆军军长蔡廷凯下令反击 日本对这次战役显然是筹谋已久 日军兵分五路对渣北发起进攻 甚至还动用了航母 日方的指挥官严泽狂妄宣称 要在四小时内解决战斗 事关国家荣誉与尊严 面对日本种种重型武器装备的狂轰烂炸 爱国将领们寸土不让 在上海市区与日方展开了激烈作战 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 为表抗战到底的决心 522团全体官兵 还一同立下了不灭倭寇 不生还的铁血誓言 上海的学生会 工会等各大爱国抗日组织 也纷纷行动起来 组建起了民间武装力量 对前线战斗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支援 海外华侨得知 松户抗战的消息后 积极捐赠了大量物资与慰问金等 还有不少侨胞奔赴战场 与日军决一血战 我国的激烈抵抗也大大出乎了日本方面的预料 日方原以为贫弱的我国人民会像蒋介石一样 迅速投降并签订不平等条约 满足日方的无理要求 但日本大大低估了我军民抗战之决心 虽然三亿主帅 但依然陷入了苦战 到了二月份 日方开始增兵 但十九陆军一直坚持抗战 绝不投降 国内的抗战意志也燃烧得愈发热烈 三百万市民联名支持十九军抵抗侵略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断增兵 以及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压力之下 蒋介石终于派出援军支援上海 二月十八日 第五军抵达上海 迅速投身到抗战中去 上海人民抵抗侵略 顽强奋战的精神 受到了全世界的赞扬 同时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 日本的侵略行为 也损害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 二月下旬 美国国务卿史丁生 对日本发出严重警告 英国也派出军舰从中调停 至此 这场偶战了三十余天的 抵抗侵略的战争 基本宣告结束 三月二十四日 正式停战会议举行 五月五日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 此次战役 我方虽付出了 伤亡1.4万人的惨重代价 但也给予了日本 自918事变以来 最沉重的打击 有效遏制了日本 侵吞我国全国的野心 同时 这一共抵外辱的漫长抗战 也空前团结了 我国各界军民 据统计 各界捐款 多达1068万元 在我国近代史的黑夜中 松虎抗战如一把火炬 重新点燃了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 当时 在上海目睹了松虎抗战 与全体市民同仇敌忾 一致支援前线场面的 国际记者埃德加斯诺也说 中国终于被某种东西震醒了 松虎抗战点燃的爱国热情 也为数年以后 爆发的全面抗日战争 提供了强有力的信心